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医职业安全卫生法 以下简称本法 第二十三条第四项规定定定之 第一支一条 雇主应依其事业之规模 性职 设置安全卫生组织 人员及参照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相关指引 建立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 透过规划 实施 检查及改进等管理功能 实现安全卫生管理目标 提升安全卫生管理水准 第二条 本办法之事业 依危害风险之不同区分如下 一 第一类事业 据险者风险者 二 第二类事业 据中度风险者 三 第三类事业 据低度风险者 前项各款事业之力是 如副表一 第二章 职业安全卫生组织集人员 第二支一条 事业单位应依下列规定设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单位 以下简称管理单位 第一 第一类事业 与劳工人数在300人以上者 自中华民国99年1月9日施行 劳工人数在200人至299人者 自100年1月9日施行 劳工人数在100人至199人者 自101年1月9日施行 第三条 第二条 锁定事业之雇主应依附表二支规模 至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及管理人员 以下简称管理人员 第一类事业 知事业单位劳工人数在300人以上者 所至管理人员应至少1人为专职 依前项规定所至专职管理人员 应常驻厂厂执行业务 不得兼任其他法令锁定专责 任 人员或从事其他与职业安全卫生无关之工作 第三支一条 前条 第一类事业 知事业单位对于所属从事制造之一级单位 劳工人数在100人以上位满300人者 应令制甲重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一人 劳工人数300人以上者 应在至少增至专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员一人 营造业之事业单位对于桥梁 道路 隧道或书配电等距离较长之工程 应于每10公里内增至营造业并种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一人 第三支二条 事业单位劳工人数之计算 包含原事业单位及其承懒人 在承懒人之劳工及其他受工作场所负责人指挥或监督从事劳动之人员 于同一期间 同一工作场所作业时之总人数 事业设有总机构者 其劳工人数之计算 包含所属各地区事业单位作业劳工之人数 第四条 事业单位劳工人数未满30人者 其应致之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 得由事业经营负责人或其代理人担任 第五条 删除 第五支一条 职业安全卫生组织 人员 工作厂所负责人及各级主管之职责如下 一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单位 拟定 规划 督导及推动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并指导有官部门实施 二 职业安全卫生委员会 对雇主拟定之安全卫生政策提出建议 并审议 协调及建议安全卫生相关事项 三 位置有职业安全 卫生 管理师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员事业单位之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 三 位置有职业安全卫生 管理师 职业安全卫生 管理师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员事业单位之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 主管及督导及督导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五 职业安全卫生 管理师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员 拟定 规划及推动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并指导有官部门实施 六 工作场所负责人及各级主管 一 职权指挥 监督所属执行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并协调及指导有官人员实施 七一级单位之职业安全卫生人员 协助一级单位主管拟定 规划及推动所属部门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并指导有官人员实施 前项人员 雇主应使其接受安全卫生教育训练 前二项安全卫生管理 教育训练之执行 应做成绩录被查 第六条 事业分散于不同地区者 应于各该地区之事业单位依第二条至第三条之二规定 设管理单位及至管理人员 事业单位劳工人数之计算 以各该地区事业单位作业劳工之总人数为准 事业设有总机构者 除各该地区事业单位之管理单位及管理人员外 应依下列规定令与总机构或其地区事业单位设纵理全事业之职业安全卫生事务之管理单位 即依附表二之一之规模至管理人员 并依第五条之一规定办理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一 第一类事业劳工人数在五百人以上者 应设直接隶属雇主之专责一级管理单位 二 第二类事业劳工人数在五百人以上者 应设直接隶属雇主之一级管理单位 三 第三类事业劳工人数在三千人以上者 应设管理单位 前项规定所致管理人员 应为专职 但第二类及第三类事业之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 不在此线 第二项第一款专责一级单位之设置 于劳工人数在三千人以上者 自中华民国九十九年一月九日施行 劳工人数在一千人至二千九百九十九人者 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九日施行 劳工人数在五百人至九百九十九人者 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九日施行 第六之一条 第一类事业单位或其总机构所设置之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单位 已实施第十二条之二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相关管理制度 管理绩效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者 得不受第二条之一 第三条及第六条 有关一级管理单位应为专责及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应为专职之限制 前项管理绩效之认可 中央主管机关得委托相关专业团体办理之 第七条 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除第四条规定者外 雇主应自该事业之相关主管或办理职业安全卫生事务者选任之 但营造业之事业单位 应由承受营造业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教育训练者选任之 下列职业安全卫生人员 雇主应自事业单位劳工中具备下列资格者选任之 一 职业安全管理师 一 高等考试工业安全类科录取或具有工业安全技师资格 二 零有职业安全管理甲级技术实证照 三 承认劳动检查员 具有劳工安全检查工作经验三年以上 四 修毙工业安全相关科目18学分以上 并具有国内外大专以上校院工业安全相关类科硕士以上学位 二 职业卫生管理师 一 高等考试工业卫生类科录取或具有工矿卫生技师资格 二 零有职业卫生管理甲级技术实证照 三 承认劳动检查员 具有劳工卫生检查工作经验三年以上 四 修毙工业卫生相关科目18学分以上 并具有国内外大专以上校院工业卫生相关类科硕士以上学位 三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员 一 具有职业安全管理师或职业卫生管理师资格 二 零有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以及技术实证照 三 承认劳动检查员 具有劳动检查工作经验二年以上 四 修毙工业安全卫生相关科目18学分以上 并具有国内外大专以上校院工业安全卫生相关科系毕业 五 普通考试工业安全类科录取 前项大专以上校院工业安全相关类科硕士 工业卫生相关类科硕士 工业安全卫生相关科系与工业安全 工业卫生及工业安全卫生相关科目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地方主管机关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科系及科目办理 第二项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二款第四目 自中华民国101年7月1日起不再适用 第二项第三款第四目 自103年7月1日起不再适用 第八条 职业安全卫生人员因故未能执行职务时 雇主应即止定是当代理人 其代理期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知识业单位 其职业安全卫生人员离职时 应急报当地劳动检查机构被查 第九条 删除 第十条 适用第二条之一及第六条第二项 规定知识业单位 应设职业安全卫生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委员会至委员七人以上 除雇主为当然委员及第五款规定者外 由雇主是该事业单位之实际需要指定下列人员组成 一 一 职业安全卫生人员 二 事业内各部门之主管、监督、指挥人员 三 与职业安全卫生有关之工程技术人员 四 从事劳工健康服务之医护人员 五 劳工代表 委员任其为二年 并以雇主为主任委员 纵理会晤 委员会由主任委员指定一人为秘书 辅助其纵理会晤 第一项第五款之劳工代表 应占委员人数三分之一以上 事业单位设有工会者 由工会推派之 无工会组之而有劳资会议者 由劳方代表推选之 无工会组之且无劳资会议者 由劳工共同推选之 第十二条 委员会应每三个月至少开会一次 办理下列事项 一 对雇主拟定之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提出建议 二 协调 建议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计划 三 审议安全 卫生教育训练实施计划 四 审议作业环境监测计划 监测结果及采行措施 五 审议健康管理 职业并预防及健康促进事项 六 审议各项安全卫生提案 七 审议事业单位自动检查及安全卫生机合事项 八 审议机械 设备或原料 材料危害之预防措施 九 审议职业灾害调查报告 十 考核现场安全卫生管理绩效 十一 审议承览业务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十二 其他有关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前项委员会审议 协调及建议安全卫生相关事项 应做成记录 并保存三年 第一项委员会 亦由主任委员担任主席 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 第三章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措施 第十二 之一条 雇主应依其事业单位之规模 性质 定定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计划 要求各级主管及负责指挥 监督之有关人员执行 劳工人数在三十人以下之事业单位 得以安全卫生管理执行记录或文件 代替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计划 劳工人数在一百人以上之事业单位 应令定定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规章 第一项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事项之执行 应做成记录 并保存三年 第十二 之二条 下列事业单位 应参照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指引 建立适合该事业单位之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 一 第一类是夜劳工人数在三百人以上者 二 有从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业工作场所者 三 有从事制造 处置或使用危害性之化学品 数量达中央主管机关规定量以上之工作场所者 前项管理系统应包括下列安全卫生事项 一 政策 二 组织设计 三 规划与实施 四 评估 五 改善措施 第一项安全卫生管理之执行 应做成记录并保存三年 第十二 之三条 第一类是夜劳工人数在三百人以上之事业单位 于引进或修改制成 作业程序 材料及设备前 应评估其职业灾害之风险 并采取是当之预防措施 前项变更 雇主应使劳工充分知悉并接受相关教育训练 前二项执行记录 应保存三年 第十二 之四条 第一类事业劳工人数在三百人以上之事业单位 关于机械 器具 设备 物料 原料及个人防护具等之采购 租赁 其契约内容应有符合法令及实际需要之职业安全卫生具体规范 并于验收 使用前确认其符合规定 前项事业单位将迎善工程之施工 规划 设计及兼造等交付承揽或委托者 其契约内容应有防止职业灾害之具体规范 并列为履约要件 前二项执行记录 应保存三年 第十二 之五条 第一类事业劳工人数在三百人以上之事业单位 以其事业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揽或与承揽人分别雇佣劳工于同一期间 同一工作场所共同作业时 除应依本法第26条或第27条规定办理外 应就承揽人之安全卫生管理能力 职业灾害通报 危险作业管制 教育训练 紧急应变及安全卫生绩效评估等事项 定定承揽管理计划 并促使承揽人及其劳工遵守职业安全卫生法令及原事业单位所定之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事项 前项执行记录应保存三年 第十二之六条 第一类事业劳工人数在300人以上之事业单位 应依事业单位之前在风险 定定紧急状况预防 准备及应变之计划 并定其实施演练 前项执行记录 应保存三年 第四章 自动检查 第一节 机械制定期检查 第十三条 雇主对电气机车 蓄电池机车 电车 蓄电池电车 内燃机车 内燃动力车及真气机车等 以下于本条中称电气机车等 应每三年就整体定期实施检查一次 雇主对前项之电气机车等应每年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一 电气机车 蓄电池机车 电车及蓄电池 电车应检查电动机 控制装置 制动器 自动遮断器 车架 连结装置 蓄电池 避雷器 配线 接触器具及各种仪表之有无异常 二 内燃机车及内燃动力车应检查引擎 动力传动装置 制动器 车架 连结装置及各种仪表之有无异常 三 蒸汽机车应检查气缸 阀 蒸汽管 调压阀 安全阀及各种仪表之有无异常 雇主对电汽机车等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就其车体锁装置向目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一 电汽机车 蓄电池机车 电车及蓄电池电车应检查电路 制动器及连结装置之有无异常 二 内燃机车或内燃动力车应检查至 制动器及连结装置之有无异常 三 蒸汽机车应检查火势 易溶栓 水未济 给水装置 制动器及连结装置之有无异常 第十四条 雇主对一般车辆 应每三个月就车辆各项安全性能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第十五条 车辆顶高机应每三个月检查一次以上 维持其安全性能 第十五支一条 雇主对高空工作车 应每年就下列事项时施检查一次 一 压缩压力 阀间系及其他原动机有无异常 二 离合器 变速箱 差速齿轮 传动轴及其他动力传动装置有无异常 三 主动轮 从动轮 上下转轮 履带 轮胎 车轮轴 乘及其他走行装置有无异常 四 转向器之左右回转角度 轴结 轴 并及其他操作装置有无异常 五 制动能力 制动骨 制动快 及其他制动装置有无异常 六 身臂 升降装置 曲折装置 平衡装置 工作台及其他作业装置有无异常 七 油压泵 油压马达 气缸 安全阀 八 电压 电流及其他电器系统有无异常 九 车体 操作装置 安全装置 连锁装置 警报装置 方向指示器 灯号装置及仪表有无异常 第十五至二条 雇主对高空 工作车 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一 制动装置 离合器及操作装置有无异常 二 作业装置及油压装置有无异常 三 安全装置有无异常 第十六 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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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车辆细营建机械 应每年就该机械之整体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雇主 对前项之车辆细营建机械 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一 一 制动器 一 操作装置及作业装置之有无异常 二 钢索即炼等之有无损伤 三 吊斗之有无损伤 第十七条 雇主 对堆高机应每年就该机械之整体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雇主 对前项之堆高机 应每月就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一 制动装置 离合器及方向装置 二 机载装置及油压装置 三 顶棚及围杆 第十八条 雇主对以动力驱动之离心机械 应每年就下列规定机械之一部分 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一 回转体 二 主轴轴承 三 制动器 四 外窍 五 配线 接地线 电源开关 六 设备支付属螺栓 第十九条 雇主对固定式起重机 应每年就该机械之整体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雇主对前项之固定式起重机 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四 过卷预防装置 警报装置 制动器 离合器 及其他安全装置有无异常 二 钢锁及掉链有无损伤 三 钓 钓 抓痘等钓具有无损伤 四 配线 及电装置 配电盘 开关及控制装置有无异常 五 对于缆锁固定式起重机之钢缆等及脚车装置有无异常 前项检查于辐射区及高温区 停用超过一个月者得免实施 为再度使用时 仍应为之 第二十条 雇主对移动式起重机 应每年就该机械支整体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雇主对前项移动式起重机 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四 过卷预防装置 警报装置 制动器 离合器及其他安全装置有无异常 二 钢锁及吊链有无损伤 三 吊钩 抓痘等吊具有无损伤 四 配线 集电装置 配电盘 开关及控制装置有无异常 第二十一条 雇主对人自闭起重肝应每年就该机械支整体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雇主对前项人自闭起重肝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四 一 过卷预防装置 制动器 离合器及其他安全装置有无异常 二 卷阳机支安置状况 三 钢锁有无损伤 三 四 钓锁枝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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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钢锁或吊链有无损伤。 3. 捣轨之状况。 4. 设置于室外之升降机者,围导锁截头部分有无异常。 第23条,雇主队营舰用提升机,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1. 制动器及离合器有无异常。 2. 卷阳机之安装状况。 3. 钢锁有无损伤。 4. 到锁之固定部位有无异常。 第24条,雇主队掉龙鹰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1. 过卷预防装置、制动器、控制装置及其他安全装置有无异常。 2. 掉臂、深臂及工作台有无损伤。 3. 升降装置、配线、配电盘有无异常。 5. 第25条,雇主队检疫提升机,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4. 过卷预防装置、制动器、控制装置及其他安全装置有无异常。 2. 钢锁及掉链有无损伤。 3. 捣轨状况。 第26条,雇主队以动力驱动之冲减机械,应每年依下列规定机械之一部分,定期时施检查一次。 1. 离合器及制动装置。 2. 曲柄轴、飞轮、滑块、连结螺栓及连杆。 3. 三一形成一停止机构及紧极致动器。 4. 电磁阀、减压阀及压力表。 5. 配线及开关。 第二节,设备制定其检查。 第27条,雇主队对干燥设备及其附属设备,应每年依下列规定定其时施检查一次。 以内面、外面及外部支棚柜等有无损伤,变形或腐蚀。 2. 危险物之干燥设备中,排出因干燥产生之气体、蒸汽或粉尘等之设备有无异常。 3. 使用液体燃料或可燃性液体为热源之干燥设备,燃烧式或点火处之换气设备有无异常。 4. 规视孔、出入孔、排气孔等开口部有无异常。 5. 内部温度测定装置及调整装置有无异常。 6. 设置于内部支电器机械器具或配线有无异常。 6. 第28条。 雇主对已缺绒接装置、除此等装置支配管埋设于地下支部份外,应每年旧装置之损伤、变形、腐蚀等及其性能定期时施检查一次。 6. 第29条。 雇主对已缺绒接装置、除此等装置支配管埋设于地下支部份外,应每年旧装置之损伤、变形、腐蚀等及其性能定期时施检查一次。 7. 第30条。 雇主对高压电器设备,应于每年依下列规定定期时施检查一次。 1. 高压受电盘及分电盘,含各种电液,仪表及其切换开关等,之动做试验。 2. 高压用电设备绝愿情形,接地电阻及其他安全设备状况。 3. 自备屋外高压配电线路情况。 第31条。 雇主对于低压电器设备,应每年依下列规定定期时施检查一次。 1. 低压受电盘及分电盘,含各种电液,仪表及其切换开关等,之动做试验。 2. 低压用电设备绝愿情形,接地电阻及其他安全设备状况。 3. 自备屋外低压配电线路情况。 第32条。 雇主对锅炉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期时施检查一次。 1. 锅炉本体有无损伤。 2. 燃烧装置。 1. 油加热气及燃料输送装置有无损伤。 2. 喷燃气有无损伤及污脏。 3. 过滤气有无堵塞或损伤。 4. 燃烧气磁质布及炉壁有无污脏及损伤。 5. 加煤机及炉壁有无损伤。 6. 烟道有无泄漏,损伤及风压异常。 3. 自动控制装置。 1. 自动启动停止装置,火焰剪出装置,燃料切断装置,水位调节装置,压力调节装置机能有无异常。 2. 电气配线端子有无异常。 4. 附属装置及附属品。 1. 给水装置有无损伤及作动状态。 2. 蒸汽管及停止阀有无损伤及保温状态。 3. 空气预热器有无损伤。 4. 水处理装置机能有无异常。 第33条,雇主对高压气体特定设备,高压气体容器及第一种压力容器应每月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1. 本体有无损伤,变形。 2. 盖板螺栓有无损耗。 3. 管级阀等有无损伤,泄漏。 4. 压力表及温度计及其他安全装置有无损伤。 5. 平台支架有无严重腐蚀。 5. 对于有保温部分或有高油离辐射污染之余之场所,得免实施。 第34条,雇主对小型锅炉应每年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1. 锅炉本体有无损伤。 2. 燃烧装置有无异常。 3. 自动控制装置有无异常。 4. 附属装置及附属品性能是否正常。 5.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项。 5. 第35条,雇主对第二种压力容器应每年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5. 胰内面及外面有无险遮损伤、裂痕、变形及腐蚀。 2. 钙、突圆、阀、炫、炫塞等有无异常。 3. 安全阻,压力表与其他安全装置之性能有无异常。 4.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项。 第36条,雇主对小型压力容器应每年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4. 第37条,雇主对高压气体储存能力在100%。 5. 厘方公尺或1公吨以上之除槽应注意有无审限现象,并应每年定期测定其审限状况一次。 第38条,雇主对特定化学设备或其附属设备,应每二年依下列规定定其实施检查一次。 1. 特定化学设备或其附属设备,不含配管。 1. 内部有无足以形成其损坏原因之物质存在。 2. 内面及外面有无险遮损伤,变形及腐蚀。 3. 盖、突原、阀、炫塞等之状态。 4. 安全阀,紧急遮断装置与其他安全装置及自动警报装置之性能。 5. 冷却、搅拌、压缩、计测及控制等性能。 6. 备用动力源之性能。 7. 其他为防止病类第一种物质或丁类物质之漏泻之必要事项。 2. 配管。 1. 溶接接头有无损伤,变形及腐蚀。 2. 突原、阀、炫塞等之状态。 3. 接于配管之功为保温之蒸汽管接头有无损伤,变形或腐蚀。 第39条,雇主对话学设备及其附属设备,应就下列事项,每二年定期时施检查一次。 1. 内部是否有造成爆炸或火灾之余。 2. 内部与外部是否有显遮之损伤,变形及腐蚀。 3. 盖板、突原、阀、炫塞等之状态。 4. 安全阀或其他安全装置、压缩装置、计测装置之性能。 5. 冷却装置、搅拌装置、压缩装置、计测装置及控制装置之性能。 6. 预备电源或其带用装置之性能。 7. 其他防止爆炸或火灾之必要事项。 第四十条,雇主对局部排气装置、空气清净装置及吹吸型换气装置应每年依下列规定定期时施检查一次。 1. 气罩、导管及排气机之磨损、腐蚀、凹凸及其他损害之状况及程度。 2. 导管或排气机之尘埃、聚机状况。 3. 排气机之柱油润滑状况。 4. 导管接触部分之状况。 5. 连接电动机与排气机之皮带之松弛状况。 6. 吸气及排气机之能力。 7. 设置于排放导管上之采样设施是否牢固、锈食、损坏、崩塌或其他妨碍作业安全事项。 8.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项。 9. 第41条,雇主队设置于局部排气装置内之空气清净装置,应每年依下列规定定期实施检查一次。 1. 构造部分之磨损、腐蚀及其他损坏之状况及程度。 2. 除尘装置内部尘埃堆积之状况。 3. 绿布式除尘装置者,有绿布之破损及安装部分松弛之状况。 4.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措施。 第42条,雇主对异长期压支在压室或减压仓,应就下列事项,每个月依下列规定定期实施检查一次。 1. 输器设备及排气设备之运作状况。 2. 通话设备及警报装置之运作状况。 3. 电路有无漏电。 4. 电器、机械器具及配线有无损伤。 第43条,雇主对营造工程之施工架及施工构台,应就下列事项,每周定期实施检查一次。 1. 架材之损伤,安装状况。 2. 立柱、横挡、踏脚横等之固定部分、接触部分及安装部分之松弛状况。 3. 固定材料与固定金属配件之损伤及腐蚀状况。 4. 扶手、护栏等之拆卸及脱落状况。 5. 肌脚之下审及滑动状况。 6. 斜撑材、锁条、横挡等补墙材之状况。 7. 立柱、踏脚横、横挡等之损伤状况。 8. 悬壁梁与吊锁之安装状况及悬吊装置与阻挡装置之性能。 8. 强风、大雨等恶劣气候。 4级以上之地振袭及后级每次停工之复工前, 亦应实施前项检查。 第44条,雇主对营造工程之母板支撑架, 应每周依下列规定时施检查。 1. 架材之损伤、安装状况。 2. 支柱等之固定部分、接触部分及搭接重叠部分之松弛状况。 3. 固定材料与固定金属配件之损伤及腐蚀状况。 4. 机脚、除、支沉线及滑动状况。 5. 斜撑材、水平细条等补强材之状况。 5. 强风、大雨等恶劣气候,四级以上之地振袭及后级每次停工之复工前, 亦应实施前项检查。 5. 第44之一条,雇主对于机械、设备, 应依本章第一节及第二节规定, 实施定期检查。 6. 但雇主发现有腐蚀、烈化、损伤或堪用性之余, 应实施安全评估,并缩短期检查期限。 6. 第三节,机械、设备之重点检查。 7. 第45条,雇主对第二种压力容器应于初次使用前依下列规定实施重点检查。 1. 确认动体,端板之厚度是否与致造场所附资料符合。 2. 确认安全阀吹泄量是否足够。 3. 各项尺寸,附属品与附属装置是否与容器明细表符合。 4. 经实施耐压试验无局部性脂膨出,伸肠或泄漏之缺陷。 5.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项。 第46条,雇主对卷阳装置于开始使用、拆卸、改装或修理时,应依下列规定实施重点检查。 1. 确认卷阳装置安装部位之强度,是否符合卷阳装置之性能需求。 2. 确认安装之结核原件是否结合良好,其强度是否合乎需求。 3.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项。 第47条,雇主对局部排气装置或除尘装置,于开始使用、拆卸、改装或修理时,应依下列规定实施重点检查。 1. 导管或排气机粉尘之聚机状况。 2. 导管接核部分之状况。 3. 吸气及排气之能力。 4.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项。 第48条,雇主对异长气压支输气设备应依下列规定实施重点检查。 1. 对输气设备初次使用或予分解后加以改造,修理或停用一个月以上以再度使用时,应对该设备实施重点检查。 2. 于输气设备发生故障或应出水或发生其他异常,至高压室内作业劳工有遭受危险之于时,应训及使劳工自审箱、压气前盾等撤离,避免危难。 3. 应及检点输气设备之有无异常、审箱等之有无异常审降或倾斜及其他必要事项。 第49条,雇主对特定化学设备或其附属设备,于开始使用、改造、修理时,应依下列规定实施重点检查一次。 1. 特定化学设备或其附属设备,不含配管。 1. 内部有无足以形成其损坏原因之物质存在。 2. 内面及外面有无险遮损伤、变形及腐蚀。 3. 盖、突圆、阀、炫塞等之状态。 4. 安全阀、紧急遮断装置与其他安全装置及自动警报装置之性能。 5. 冷却、搅拌、压缩、计测及控制等性能。 6. 备用动力源之性能。 7. 其他为防止病类第一种物质或丁类物质之漏蟹之必要事项。 2. 配管。 1. 容阶阶头有无损伤,变形及腐蚀。 2. 突圆、阀、炫塞等之状态。 3. 接于配管之蒸汽管接头有无损伤,变形或腐蚀。 第四节,机械、设备之作业检点。 第五十条,雇主对车辆机械,应每日作业前依下列各项时尸检点。 1. 制动器、连结装置,各种仪器之有无异常。 2. 蓄电池、配线、控制装置之有无异常。 第五十之一条,雇主对高空工作车,应于每日作业前就其制动装置、操作装置及作业装置之性能时尸检点。 第五十一条,雇主对卷阳装置应于每日作业前就其制动装置、安全装置、控制装置及钢索通过部分状矿时尸检点。 第五十二条,雇主对固定式起重机,应于每日作业前依下列归定时尸检点。 对质于顺尖峰速可能超过每秒三十公尺或四级以上地震后之固定式起重机,应时尸各不安全状况之检点。 一、过卷预防装置、制动器、离合器及控制装置性能。 二、执行轨道及调运车横行之倒轨状况。 三、钢索运车状况。 第五十三条,雇主对移动式起重机,应于每日作业前对过卷预防装置、过复核警报装置、制动器、离合器、控制装置及其他警报装置之性能时尸检点。 第五十四条,雇主对人自闭起重肝,应于每日作业前依下列规定时尸检点,对质于顺尖峰速可能超过每秒三十公尺,以设于世外者为限,或四级以上地震后之人自闭起重肝,应就其安全状况时尸检点。 一、过卷预防装置、制动器、离合器及控制装置之性能。 二、钢索通过部分状况。 第五十五条,雇主对应建用提升机,应于每日作业前依下列规定时尸检点。 一、制动器及离合器性能。 二、钢索通过部分状况。 第五十六条,雇主对吊龙,应于每日作业前依下列规定时尸检点,如玉强峰、大雨、大雪等恶劣气候后,应时尸第三款至第五款支检点。 一、钢索及其紧接状态有无异常。 二、扶手等有无脱离。 三、过卷预防装置、制动器、控制装置及其他安全装置之机能有无异常。 四、升降装置之挡尺机能。 五、钢索通过部分状况。 第五十七条,雇主对简易提升机,应于每日作业前对制动性能时尸检点。 第五十八条,雇主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五条及第五十二条至前条规定之起重机械使用之吊挂用钢锁、吊链、纤维锁、吊钩、链环等用具。 应于每日作业,应于每日作业前实施检点。 第五十九条,雇主对第二十六条之充剪机械,应于每日作业前依下列规定,实施检点。 一、离合器极致动气之机能。 二、曲柄轴、飞轮、滑快、连杆、连接螺栓之有无松懈状况。 三一形成一停止机构及紧极致动装置之机能。 四、安全装置之性能。 五、电器、仪表。 第六十条,雇主对工业用机器人应于每日作业前依下列规定时施检点。 检点时应仅可能在可动范围外为之。 一、制动装置之机能。 二、紧急停止装置之机能。 三、接触防止设施之状况及该设施与机器人间联锁装置之机能。 四、相连机器与机器人间联锁装置之机能。 五、外部电线、配管等有无损伤。 六、公输电压、油压及空气压有无异常。 七、动作有无异常。 八、有无异常之声音或振动。 第六十一条。 雇主对高压气体制造设备。 应于使用开始前及使用中了后。 检点该设备有无异常。 且应依所制造之高压气体种类及制造设备状况。 一日一次以上就该设备之动作状况时施检点。 第六十二条。 雇主对高压气体消费设备。 应于使用开始前及使用中了后。 检点该设备有无异常。 一日一次以上就该设备之动作状况时施检点。 第六十三条。 雇主对营建工程施工架设备。 施工构台。 支撑架设备。 露天开挖挡土支撑设备。 隧道或坑道开挖支撑设备。 沉箱。 微焰及压气施工设备。 打装设备等。 应于每日作业前及使用中了后。 检点该设备有无异常或变形。 第五节。 作业检点。 第六十四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下列危险性设备作业时。 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一、锅炉之操作作业。 二、第一种压力容器之操作作业。 三、高压气体特定设备之操作作业。 四、高压气体容器之操作作业。 第六十五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下列高压气体作业时。 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一、高压气体贯装作作业。 二、高压气体容器储存作业。 三、高压气体质运输作业。 四、高压气体质废弃作业。 第六十六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工业用机器人之教导及操作作业时。 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第六十七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营造作业时。 应就下列事项。 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一、打装设备之阻力及操作作业。 二、挡土支撑之阻力及拆除作业。 三、露天开挖之作业。 四、隧道、坑道开挖作业。 五、混凝土作业。 六、钢架施工作业。 七、施工构台之阻力及拆除作业。 八、建筑物之拆除作业。 九、施工架之阻力及拆除作业。 十、木板支撑之阻力及拆除作业。 十一、其他营建作业。 第六十八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缺氧危险或局限空间作业时,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第六十九条。 第六十九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下列有害物作业时,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一、有机溶剂作业。 二、签作业。 三、四、玩机签作业。 四、特定化学物质作业。 五、粉尘作业。 第七十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下列一长期压作业时,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一、潜水作业。 二、高压室内作业。 三、沈箱作业。 四、弃压室箱、室筒、前顿施工等作业。 第七十一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金属之溶剂、溶断或加热作业时,应就下列事项,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一、以缺溶剂装置。 二、气体集合溶剂装置。 第七十二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危害性化血品之制造、处置及使用作业时,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第七十三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临厂作业时,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第七十四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码头装卸作业时,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第七十五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码头装卸作业时,应使该劳工就其作业有关事向时施检点。 第七十六条。 雇主使劳工对其作业中支纤维缆锁、干燥室、防护用具、电器机械器具及自设道路等时施检点。 第七十八条。 雇主义第五十条至第五十六条及第五十八条至第七十七条实施之检点。 其检点对象、内容,应依实际需要订定,以检点手册或检点表等为之。 第六节。 自动检查记录及必要措施。 第七十九条。 雇主义第十三条至第六十三条规定实施之自动检查,应订定自动检查计划。 第八十条。 雇主义第十三条至第四十九条规定实施之定期检查,重点检查应就下列事项记录,并保存三年。 一、检查年月日。 二、检查方法。 三、检查部分。 四、检查结果。 五、实施检查者之姓名。 六、一、检查结果应采取改善措施之内容。 第八十一条。 劳工、主管人员及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人员实施检查,检点时,发现对劳工有危害之余者,应及报告上级主管。 雇主义第十三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实施自动检查,发现有异常识,应立即检修及采取必要措施。 第八十二条。 雇主义第十三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实施之自动检查,于其他法令另有规定者外,应依该规定为之。 第八十三条。 雇主义第十三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之自动检查,除以本法所定之其他法令另有规定者外,应指定具专业知能或操作资格知识当人员为之。 第八十四条。 事业单位以其事业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揽或在承揽时,如该承揽人使用之机械、设备或器具系由原事业单位提供者。 该机械、设备或器具应由原事业单位时施定期检查及重点检查。 前项定期检查及重点检查于有必要时得由承揽人或在承揽人会同实施。 第一项之定期检查及重点检查如承揽人或在承揽人具有实施知能力时,得以书面约定由承揽人或在承揽人为之。 第八十五条。 事业单位承租、承揭机械、设备或器具供劳工使用者应对该机械、设备或器具实施自动检查。 前项自动检查制定期检查及重点检查于事业单位承租、承揭机械、设备或器具实,得以书面约定由出租、出借人为之。 第五章。 报告。 第八十六条。 劳工人数在三十人以上之事业单位。 依第二条之一至第三条之一。 第六条规定设管理单位或至管理人员时,应填具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单位、人员、设置、变更、报备书,如付表三、承报劳动检查机构备查。 第八十七条。 雇主依第十条规定设职业安全卫生委员会时,应制作职业安全卫生委员会名册,如付表四、留存被查。 第六章。 负责。 第八十八条。 于本办法发布日前,一已废止之工厂安全卫生管理人员设置办法,劳工安全卫生组织及管理人员设置办法及修正前之劳工安全卫生组织管理及自动检查办法规定,取得劳工安全卫生管理人员资格者,于本办法施行后,其资格不受影响。 第八十九条。 删除。 第八十九之一条。 政府机关。 够,对于第二条之一、第三条及第六条之规定,因其他法规限制,得与组织修编完成前,以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之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规章或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计划替代之。 第九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但除中华民国九十七年一月九日修正发布之第二条之一第一项第一款,第六条第二项第一款以令定施行日期者外,第二条,第二条之一,第三条,第三条之一,第三条之二,第五条之一,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二条之一至第十二条之六规定。 自发布后六个月施行。 本办法中华民国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条文,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